我们两个在一起快一年了 我不知道怎么了 她对我的态度也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她和我认识就是为了报复她前女友 从头到尾对我的好 其实就是为了利用我 明明是她在利用我 需要我的时候让我出现 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得离她远远的 我都不知道我招谁惹谁了 她一直没有忘记过她的前女友 而且对我也很虚伪 感觉我们的爱情真真假假 我这次就是想问问她 还能不能够好好地相处下去 别这么虚情假意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月23岁来自山东画石美术师 女嘉宾小月24岁课外补习教师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谈了不到一年是吧 嗯 对 怎么认识的 我们那时候是在游泳馆认识的 那时候我就是游泳嘛 然后碰到她 我觉得叫妹子长得挺好看的 然后就和她要微信联系方式 然后那时候我就这么认识了 哦 后来呢 怎么就变成了你用来弃女朋友的工具呢 因为刚开始就认识的时候 她就是就是为了报复她前女友 啊 不是不是 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嘛 是因为 我那时候刚跟我前女友分手了 分手了以后 她就立刻跟我一个老乡两个人好了 嗯 然后我就想着 哎呀我一个男人觉得推掉面啊这样 就觉得她在我面前太嘚瑟了 那时候我们不是在游泳馆认识了 就让她帮个忙 嗯 伴我下一个女朋友 那时候你那天其实也挺高兴的 是吧 那当时我对你挺有好感的 那你让帮忙就 我就愿意帮啊 那我后来要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人的话 就老是利用我 一直在利用我 根本不可能帮你 等于你们俩认识不久 她就让你伴她的女朋友 对 那个时候就是 其实就是就开始利用我了嘛 哦 然后呢 扮演女朋友之后就干嘛了呢 就是想道夫一下我前女友就觉得 嗯 那天大扮演挺漂亮的 然后去了以后 就是我社友他们觉得 哎 这姑娘长得挺好看呀 那天我还去那个婚纱店租了套婚纱 然后在我们学校那个 就是学校里边拍摄一些写真什么的 那天还上了我们学校的一些的周刊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挺好的 我觉得这些回忆都是特别好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现在总是挑我刺 总是说我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总是说我 哎 反正我这个人就是在她眼里就各种不好 我就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面对你了 姑娘 你想想她怎么利用你的吧啊 就最近她居然背着我偷偷删那个消费短信 那消费短信干嘛的呀 不就给你前女友打钱的吗 我给我前女友打钱 你现在什么关系你还给她打钱啊 那我给她打钱 主任其实这样 毕业了以后 我前女友就是她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点的工作 啊 收入也不高 然后我就觉得过得挺惨的 拔刀相助 她既然好意思账户跟我说话了是吧 我就行事 我也好意思借呗 你这是借吗 她还给你了吗 那你这么斤斤计较这些小钱干啥呀 主持人那是斤斤计较吗 她不是两三次打钱 她是七八次打钱呢 那是我们辛辛苦苦挣的钱 你凭什么给她 而且有的时候居然是从我这要的钱 去给她前女友 你不觉得你做这些事特别恶心吗 那我每次打钱是不是都是百八十的 加起来也不到一千块钱 再说了我们两个现在就是生活比较稳定了 工作其实都挺好的 这点钱再对于咱俩说是像什么 哎我问问啊 你前女友真在乎那百八十的钱吗 你前女友得落魄的多惨呢兄弟 你可形容一下她现在在干嘛 她现在啊 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点的工作 对啊那百八十能干嘛呢 她现在总是就是觉得 就是还是挑刺 我们俩以前都 挑刺 不不不不 我可没挑刺 你回答我的问题 她现在啊 她现在就是也是在外边接一些写生的活 嗯 我会想要既然有能力就帮她 我其实还 那你们一个专业 为什么你有能力 她没能力呢 因为我跟我几个朋友就合伙开了家画室 哦 虽然生意有时候忙 但有时候勤单 但是这 毕竟现在我们现在生活已经复杂了 哎那你跟前女友同学对吧 对 弄到你们画室这些多好啊 帮忙 同学嘛 对不对 那时候就是因为 他觉得我就是这个人 就是经常去一些KTV酒吧什么的 他就是受不了我这种 然后我们俩就分手了 然后之后我就 也就是说你老去KTV和酒吧 才是你跟你前女友分手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你前女友 跟老乡好了 是吧 都有 其实最根本的就是 他跟他老乡好了 好吧好吧好吧 所以就因为这些原因 他就特别恨他的前女友 但是我们不是都已经说好了 你恨他 你为什么要你恨我 那必是挺险的 是吧 我不提你男老师的事 你也不提我前女友的事 还有什么男老师的事 哎呦说说说说 男老师的事 我男老师的事可有的说了 就在前一段时间吧 他父母来吃鸭专了 我今天就作为男朋友 一块吃顿饭吧 他说他要跟他也领导吃顿饭 你跟主持人讲一下这事吧 天哪你还好意思说呢 我不是单独跟男老师一起吃饭的主持人 我是就是当时是我父母要来看我嘛 然后我提前一天我就给他打号招呼了 我父母只来一天 没有时间跟他吃饭 没有时间跟他见面 因为我自己一个外地的小女生 在这边工作 让父母跟领导吃吃饭 领导也好照顾照顾 然后因为那个男同事是一个小领导嘛 也在里边 因为我所有领导都请了 本来我安排的挺好 大家一起吃个饭什么的 他当时你怎么做的呀 他当时招呼都不打 就冲到我们饭店来 然后推开门 指着那个男老师就 指着人家鼻子骂 就说人家 我都没来吃饭 你有什么资格来吃饭啊 那人家是我领导好吗 那我那时候是不是就是想着 你爸妈好不容易来一次 那我得给人家吃顿饭吧 那我是你男朋友 但一开始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也没说男老师在那儿啊 一共有几个人在吃 二十个人嘛 还有五六个领导在一起 二十个人 那二十个人里面就一个男老师吗 为什么你进去就骂这个人 这个男老师就是他过生日那天 他送了一大树玫瑰花 那天过生日 我是不是还请你看电影 我一开始打算吧 刚上映了一个电影 我说咱俩去看个电影呗 你没想到 那人家送玫瑰花我也没接受啊 他都不知道你有男朋友 他敢给你送玫瑰花啊 我刚上班没多久 人家能知道我这么多事 人家也没问过 我有没有男朋友啊 那我是不是想请你去看电影的还 你那什么电影 你还好意思说呢 什么杀戮之都 我过生日 他让我去看那种游戏的 打打杀杀的电影 所以我陪你看电影 你陪我看电影 那你不也挺喜欢玩游戏的吗 那我喜欢玩游戏 能看电影的能一样吗 那能浪漫一点吗 好 是点浪漫的事啊 男老师为什么送你玫瑰花 他就是可能是对我有好感吧 但是没有告诉我 他向你表白过吗 没有没有 那他送你玫瑰花你就敢收啊 我没收 我没收 我当时拒绝他了 我那时候一开门 我天哪那场景拉眼睛啊 你屋子里一堆人 看他们两个人 就那个男老师捧一束玫瑰花 在那儿 这什么爱情告白啊 这是我那时候我心真的 就是觉得我伤透了 人家没告白好不好 人家就说过生日开开心心的 送了一束玫瑰花 生日上送了一束玫瑰 你也没收 没收没收 生日送玫瑰 你怎么不收呢 我觉得 你怎么说的呢 我说我不喜欢玫瑰花 哎呀 其实我们两个也不是都是 一直就是这种 真行 我们两个也有以前特别美好的 一些回忆和时光 对 我还是帮你摆平了那一件事吗 什么事 对主持人 因为我是学话学的嘛 毕业之后就在一个辅导机构上吧 就在旁边租了一个房子 租了一个房子 那房东看我是一个外地小女生嘛 就欺负我 我去的时候空调就已经是坏的了 然后他就说那空调是我整坏的 非让我赔 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又说不过他 然后刚上班嘛 然后同事也跟我不熟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让我就特别感动的 就是他在外地本来 然后隔天他就到了 就来帮我 那时候我不是就是在写声嘛 房东欺负他嘛 然后我就是直接就是放下手头的工作 然后买了最快的飞机票回来 就是来帮他 对 但是他在那个房东面前维护了我嘛 挺男人的 拉着我的手就走 然后帮我在其他地方租了房子 然后还垫了一些房桌 我当时就觉得这男生是真心对我的 能够就是我需要他帮忙的时候 他就能立马来到我身边来帮我 就很感动 那时候我也觉得他楚楚可怜的 就是有一种男人想保护他的欲嘛 现在还有吗 有啊 就现在还是喜欢他呀 有 但是我 我现在就是不喜欢他了 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就做得特过分 后来我发现他越来越多虚伪的事 就是在利用我的事 就有一次吧 他约我去酒吧 我就去呗 其实我那也是第一次去酒吧 然后我看他也是啊 他装的可单纯了 什么都不懂 进去可新鲜了 什么都可新鲜了 我心里好开心啊 我说我捡到一个宝 我说我那男朋友好单纯的 结果后来就遇到他老乡了你说 他就给他老乡说什么呢 你俩聊什么呢 哪个酒吧美女多 哪个酒吧助唱歌手 唱的歌好听 哪个酒吧酒好喝 我的妈呀 你就是一个老手嘛 你在我面前装作 单纯善良不做作 其实我不是那种人 跟甜女友分手 就是因为他总是就是不喜欢我去一些 KTV酒吧这些地方 然后我就是不是怕你误会吗 再说的那个我跟我老乡聊天 就是我们俩好长时间都没见 聊聊天是怎么 他就是喜欢那种话题是吧 我们投其所好 抽味相同 他说你看他那天晚上就给我拉着 你承认是抽味相同是吧 那你进去的时候 为什么装的什么都不知道呢 那他不是不喜欢吗 所以投其所好是你的重点 其实你就是没有跟我真心相待 那你也不能当着我老乡的面 给我甩脸子吧 那我为什么不能给你甩脸 你就骗我 你就根本没有跟我真心相待 听得大体明白了 女生今天为什么要来 我就想跟她断干净 我希望她不要再残了我了 不要再来烦我了 你为什么要来 我还是不想跟她分嘛 就是还想在一起 你是跟她提出分手了 对不对 什么时候提出的分手 为什么呀 就是最近就是发现她 就是给她前女友打钱嘛 背着我打钱 然后还理直气壮的 那以后有房友车 她肯定也会人家要 她也给送啊 我不想跟她在一起了 那你跟那个男老师呢 他跟那个男老师就是 还在一起吃吃饭 发微博啊 发个照片 还我今天在哪在哪吃饭 我还是你男朋友呢 你就经常跟他一起去吃饭呀 我跟他吃饭 那是因为你 我后来发现他特别虚伪 是因为那件事我之后 我才去跟那男老师他们吃饭 而且我不是单独跟男老师吃饭的 我是跟我们公司的同事 哪件事之后你 就是床 微博的事 你还好意思提微博呢 那天他上厕所 他手机亮了 然后我就看那个 他手机嘛 发好多微博啊 全部就是他怎么怎么对我好的 我对他好的事情一件没提 然后全是他自己的自拍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 我是一个暖男 前女友失去我 你就会后悔的 就报复他前女友 还是利用我报复他前女友 等于在微博里面更多的是 展示给他前女友看 对 他前女友还评论了呢 就是说 你最近又瘦了 然后要好好休息什么的 特别关心他的话 我看了我就特别生气 那我发微博 所以我后来不想理他 我微博 我只是发个心情 发个说说 在场上每个人都愿意 跟别人分享一下 自己的快乐是吧 那我也没爱他他呀 他愿意发 那我管得着 我能让人家说 你别发了吗 这样吧 两位这个事 我们基本听明白了 你认为你被他利用了 对吧 一直是被利用的 对 男生认为 女生跟你交往的心 不是那么成 对不对 我还说他利用我呢 陪他逛逛街 吃吃饭什么的 你也是被利用的 那不是男后应该做的吗 那男老是什么事啊 我过生日那天 你还过生日了 其实我想想 我自己个儿都觉得 哎呀 就有点 那天 就是我从小到大嘛 也没有 就是真心地喜欢过一个人 就是我就觉得 我对他 前女友你也不真心喜欢啊 那你报复什么呀 孩子 我 别感动自己了 直接说生日那件事 我的那个初恋嘛 然后就直接懵懂 我前女友的事 跟他是吧 我是真心对他 然后我买了那个一桌子的菜 想等着他过来 然后可你呢 一上午一条消息都没回我 主持人那天其实我 他那天还让我回去 就是我不是 就是我忍不住了 我当时我主动去找他 你看他怎么回到我 你想想你当时你怎么回到我吧 我上午没给你发信息 是因为我一上午的课 但是他做得更过分 喝得醉醺醺的 咚咚咚跑上楼 我当时还在教室上课呢 我们学生都在 他这一踹门 在门口 醉醺醺醺的 说要揍那个男老师 我们所有同学都看着 可是那天我过生日啊大姐 你过生日 你就可以这样 无力取闹吗 可以这样来我公司闹吗 让我颜面尽失 他还一直说 要打那男老师 还好那天男老师没来上班 不然的话 这事闹这么大 我根本没办法 在那机构带下去 没办法在那 大白天就把自己喝多了 就是心情过 不过到最后 我就跟他道过去 我说主要我那时候 我做的不对 那也陪你吃过饭了 而且那时候 我们两百天 纪念日也到了 然后我就想着 给他制造一些浪漫和惊喜 把他大学的社友 都叫了过来 我就想就是给他个惊喜嘛 可是你那天晚上 又给我甩脸子 我又不知道哪做错了 自己做过的事 你都忘了是吧 还好意思提 你不提我都不想说你 当时本来我就已经 他两百个天纪念日的时候 他就是把我大学室友 都叫来嘛 然后我就觉得挺感动的 因为我们室友 很久没见面了 我特别开心 开心到已经就是 把他之前就整那些事 我都忘了 然后我就不跟他计较了 结果你做的事 真的一件比一件恶心 我们在这边玩 他不跟我玩 他自己在那自拍 我一看他自拍 我心里就凉了 我就知道他 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晚上就发微博呗 发微博说什么呀 两百天我很好 你呢 你那你一直指谁呀 不就指你全女友吗 连我两百天的纪念日 你都不放过是吧 都要跟他分享一下 那我也没有 爱的他呀 我就说了 这是我的一种生活习惯 我喜欢记录一些事情 跟别人分享 你最要命的其实在这儿 就是孩子你不坦诚 他就是送给他前女友的 其实我肯定 那你跟辅导机构的男老师呢 我跟辅导机构的男老师 我们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咱们再说这件事 就有点矫情了 也没什么意思了 你是要分手是吧 你是不想分是吧 对 我还想跟他在一起 行 应该怎么办 你们给他支个招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孩想分手对吧 嗯 对 你觉得被他利用了对不对 对 男孩不想分手 对 想挽回 嗯 你真不知道你的前女友 跟你借钱 是一种保持联系的手段而已吗 谁缺那个百八十块钱 每次借 还就借几十块钱 但其实这就是一个 保持联系的一个借口 你知道 你懂 而女孩呢 她有错 你何尝又不是没有 她是什么状态下 你答应了她的告白呢 帮助你 解决了问题 你觉得有了靠山 对吧 但是你既然有了靠山 为什么不能公之于众呢 我有一个这么好的靠山 别的异性请距我远一点 为什么不呢 金济秀 其实因为你们那个男老师 能在工作上给你一些便利吗 如果是的话 那你又怎么看待你对他之间的感情呢 我清楚地记得 男老师送你玫瑰花的时候 你不说 对不起 我有男朋友 你说的是 我不喜欢玫瑰花 老师其实是 因为他当时真的就不是告白 就送一束玫瑰 我如果他没有问 就说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玫瑰花就是告白 姑娘 我们一定也要 闷心自问 到底对对方的这种感情 到底里头参加的什么杂志没有 别骗了自己 你们就是一个互相帮助的朋友吧 就这样 你们两个人呀 都太不坦诚了 你们俩这段感情不累吗 两个人每天都生活在 欺骗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然后把这种欺骗看作是爱 我不知道这种感情 就再怎么继续下去 然后男生呢 我今天颁给你一个奖 中国好前任 你说人家前任 没钱了管你借钱 挣得不多 过得不好 那都前任了 都过去的事了 对不对呀 你在你现在的朋友圈 或者微博当中 发过现在女朋友的一些照片 或者信息吗 没发过 从来没发过 一条都没发过 就是一直就讲 她怎么对我好的 然后没有讲我怎么对她好 也没发过我照片 所以我也从来不在朋友圈 发她的照片 所以你俩够神秘的 你身边朋友 是不是都不知道 你女朋友长什么样了 我不是怕发了她的照片以后 刺激到前女友是吗 有人会找她要微信啊 然后万一 等等等等 等你发 你在你的朋友圈当中 发她的照片 怕有人管你要微信 谁这么不开眼 抢你女朋友 说哥们儿 我今儿又给你 抢你身边的女人了 来把你女朋友微信告诉我 这什么逻辑啊 老师你看吧 她就自己找理由 她都闺蜜最可怕了 你这些理由都不叫理由 所以就是说 在这段感情当中 我帮你们分析一下啊 开始的时候 就是畸形的感情 你找她 是为了报复你的前女友 为了在别人面前炫耀 我失恋了 我也过得很好 我没有你一样很好 然后你跟她在一起的目的 也不单纯 你就是觉得人家帅 你也没太了解她怎么样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且如果姑娘 你要是说一个 特别聪明的女孩子的话 你知道她跟你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报复前女友 你压根不会接受 这段感情的 因为她当时找我帮忙的时候 我们还不是情侣嘛 就是刚认识 刚在运动馆认识没多久 她就找我帮忙 之后是因为她 就是那次房东欺负我 她帮助我 然后我特别感动 然后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 可以照顾我的人 所以你觉得她已经整理好 对前任的感情了 才来找你对吧 对对对 我后来才发现 她就是还在跟前女友 联系打钱什么的 所以你就出现了 男老师的事 也算是报复她 对吧 我没有单独 渊渊相报何事了 老师我没有单独 跟男老师吃过饭 我们都是就是 我上班上的时间久了 然后同事关系好 就跟所有同事一起去吃的 然后发了朋友圈 他看到有那男老师 他就不高兴了 你们俩又多了一条 而不光不坦诚 借口太多 所以这样的感情 你说怎么下去 一个点 能把它扩大一圈 其实很简单一件事 就是有人追我 我没拒绝 我想持观望太多 你也是 一件事扩大太多 解释太多 最后把原本的一些真心 全部淹没掉了 所以 分开吧 好聚好散 好吧 谢谢 你们俩都是自我陶醉的高手 你们两个人谁也不爱 只爱自己 他爱前女友吗 一个那么爱前女友的男人 会在分手 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马上就认识一个漂亮妹子吗 一个真爱前女友的人 会让自己随便找一个女人 来弃自己的前女友吗 不会的 还找一女生 在学校里面拍婚纱照呢 你分明是享受 享受那种自己的个人魅力 和别人羡慕的眼光 你去帮她搞定那房东 拉着她的手就走 哇 好有魅力呀 你种种对她的行为 其实都是通过 帮助一个女生 或者是观一个女生的方式 来展现自己 包括你天天自拍 你要深爱一个人的话 你不会把她拍进去吗 不可能的 有谁一天都要拍自己自拍的 你所有的行为 都是彰显爱自己 而不是爱前女友 也不是爱她 包括你的前女友 向你借钱 一点一点地打给她 哎呀 你看 我多有魅力呀 你看我这男人多好 你那样跟我分了手 我还怎么帮助你 你很沉浸于这种 别人对你的魅力吧 你也是一样的 我相信你不喜欢那个男老师 但有人送玫瑰 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跟父母吃饭 那么多男老师就差他一个啊 我是觉得他身份不太合 没有什么身份不身份的 如果他质疑要去 他为什么就不可以摆双筷子呢 你也不爱他 包括当初你帮他去弃他的前女友 也不过是实现你自己的个人价值 多有魅力呀 美女脆帅哥嘛 你有那么爱他 如果你要是真的那么爱他 面对于男老师的玫瑰的时候 你就会像曲尾所说的 我不需要你的玫瑰 因为我要让我的男朋友放心 我不好接受你的华尔德 你完全可以言辞拒绝吗 你明明知道那个男老师 对你是有好感的 你完完全全可以撇清自己的身份 在介绍的时候就说 我有个男朋友 你没有说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爱情 有的不过是通过对方 来彰显自己 你们两人的生活看上去热闹 其实里面非常空泛 没有什么真爱的内容 所以说收场吧 就这个 从今天开始 坦诚地面对自己 坦诚地面对生活 如果你不欺骗生活 生活一定不欺骗你 如果你欺骗了生活 生活一定会加倍地还给你们 年轻人 因为年轻 所以还可以犯错误 以后别再犯就好了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 好 好 Ic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开门 去吧